哈啰,哈啰,有人在吗? 哈啰,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今天是我们要学习 今天我要跟你们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身边这一个呢,是来自90后的Jewin 你们听听一下,他本身是很热爱跳肚皮舞的 然后呢,他本身是穿了Alola Pants过后 大家想不想听他穿了Alola Pants过后 改善了他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Langevin跟大家讲一下 他穿了Alola Pants过后 帮助他改善了什么身体的状况 哈啰,大家好 其实我接触Alola Pants是因为脚痛 其实就是我很喜欢跳肚皮舞 然后每次表演都会有长时间的训练 所以导致我有一点膝盖痛的问题 所以去年8月我妈妈接触Alola Pants过后 她就有介绍我 所以妈妈就买给我穿 穿了过后我其实刚开始只是每个晚上穿 穿了过后,其实刚开始膝盖痛而已 所以我穿了两个晚上过后,我的膝盖就没有痛了 而且我还可以继续每天长时间的训练去跳舞 哇,只是穿两天罢了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见证了 对 还有什么更加惊人的见证吗 有,其实穿了这么久 不只是脚痛的问题 其实我从小,从第一次来月经到这么大 我都有惊痛的问题 而且是每一次 然后穿了Alora Pants过后 第二次来月经开始 我就再也没有惊痛到现在了 已经超过半年了 已经很惊讶了是吗 大家有惊痛的问题 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来的啦 所以其实你惊痛哈 你知道你穿两天 你脚痛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So,惊痛的问题是多久啊? 大概两个月咯 就是第二次 一个多月啦 第二次来月经我就再也没有惊痛了 这样子是第二次 应该是大致上是两个月咯 差不多 哇,解决了惊痛的问题开心吗? 超开心啊 因为每一次都惊痛到要不想出门那种 我现在完全没有问题了 是咯,有一些还要吃那个止痛药哦 对 So,还有第三个的见证哦 每个女生或者是这样 每一个人都很想要的 包括我自己啦 我也是因为穿了过后瘦身了的 So,要不要大家 Javin,你跟大家讲一下 你穿了几久的Alola Pants So,从SL size到L size 其实我穿了大概三个月左右 我第一件Arola Pants量身的时候是要买XL的 所以第一件我就买了XL 应该在三个月左右 我买第二件Arola Pants 因为我要早晚穿 要兑换穿 所以我就买多一件 就买第二件的时候 量身已经是L size的 我的第二件Arola Pants是L size的 从XL到L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面 这样子讲 你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你从第一件Arola Pants的时候 你是因为你没有早晚都在穿啦 是你买了第二件Arola Pants的时候 你就早晚都在穿 而且还是每一天都在穿啦 对吗 对,我通常会每天穿啦 如果没有睡迟的话 早上睡迟可能就没有穿 哦,原来是这样 大家都可以很惊讶啦 因为他从XL size 收到变L size 所以 其实 其实做这个Live呢 是我们要呼吁大家 如果有精通 还是脚通 还是想瘦身的朋友 你们都可以去PN Javing 90后的Javing哦 跳肚皮舞的哦 你们都可以询问一下他们 询问一下Javing 到底真正的秘诀 可以说是更详细的秘诀吧 你们就可以询问他 或者是 多Sharing出去 让更多想瘦身的朋友 不需要 再吃一些减肥啊 之类的产品吧 所以大家也帮帮忙 学学一下出去 所以我们到此结束啦 因为 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结束这一个Live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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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